特朗普自传 十二 与政府打交道 沃尔曼溜冰场的重建 上 作者唐纳德·特朗普 托尼·施瓦茨 译者尹瑞宁 朗读者圣焕 我从来都不制定什么总体规划 我只是每天吃饱喝足 然后再决定要做什么 1986年5月22日早上 纽约时报的头条宣布 纽约市政府已经决定 开始重建位于中央公园的沃尔曼溜冰场 同时 纽约市表示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溜冰场将会在两年内重新开放 我觉得不可思议 首先 没有任何理由 可以让我们相信一切都会顺利 沃尔曼溜冰场于1950年建成 并在1980年的6月进行了第一次闭馆重修 工程计划两年半完成 对于重修溜冰场来说 可能看上去工期并不短 巧合的是 在1980年6月 我负责的特朗普大厦破土洞工 特朗普大厦是一座高68层的摩天大厦 包括了六层购物区 上千平米的办公区 以及263套住宅式公寓 两年半的时间 特朗普大厦按计划 按预算实现竣工 从我的新公寓可以看到 沃尔曼溜冰场 但却不是一幅美丽的画面 溜冰场的重修已经投入了上百万美元 显然从远处看 溜冰场完全没有完工的迹象 三年多过去了 工程已经投入了巨额资金 但结果是越变越糟糕 因此 在1986年5月的一个早上 纽约市不得不宣布 工程一切从零开始 事实上 虽然我不懂如何建溜冰场 但对工程施工我还是了解的 如果给我两年半的时间 建成一幢摩天大楼 那我很确定建设一个耗资200万美元的溜冰场 只是几个月的事情 两年前当重建工作一度陷入僵局的时候 我打电话给了场馆的负责人亨利斯特恩 提出免费接管施工的请求 但是我被拒绝了 现如今 在得知工程最新进展之后 我再次打电话给亨利 提出接管工程建设的事情 亨利做出了同样的答复 不需要 谢谢 我们能够自己完成 我说 好吧 亨利 只可惜 两年前你给了我相同的答复 而且现在的建设情况你也看到了 我决定给纽约市市长艾德科赫 写封措辞强烈的信 因为我确实对于市政府某些方面的不称职 接受不了 我由衷的相信 我可以出色的完成重建工程 溜冰场是属于成千上万的纽约人的 包括自己的孩子们 大家都有权利去享用它 不论别人的想法如何 我的初衷就是这么简单 信的开头这么写道 尊敬的艾德市长 几年来我亲眼目睹了纽约市未能兑现承诺 按时完工并开放沃尔曼溜冰场的情况 其实建设溜冰场的施工并不麻烦 四个月的时间绰绰有余 据我所知 工程已经耗费了六年的时间 而且还得再花两年 这对于渴望在沃尔曼溜冰场滑冰的人们来说 是不能接受的 我和所有的纽约人 已经厌倦了沃尔曼溜冰场的消极代工 在这项简单的工程建设中表现出的效率低下 恰恰也反映了政府工作的失职 我不敢想象两年之后沃尔曼溜冰场能否重新开放 事实上广大的公众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我直截了当地指出 我希望接手此项工程 自己出钱来建一个全新的沃尔曼溜冰场 而且保证在今年冬天的11月竣工 我同时希望能够以合理的价格租下溜冰场 在工程竣工后进行有效的经营 1986年5月28日 我写信给了爱德科赫市长 他很快回复了我的邮件 令我很吃惊的是 市长根本就没看上我的好意 他说市政府不会让我经营溜冰场的 但是如果我愿意出300万美元重建溜冰场 却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 市长在信中讲了些风凉话 最后写道 期待你的答复 市长回信的语气激怒了我 但幸好被拒绝的人不止我一个 因为不想背上哗众取宠的恶名 所以索性没有把自己的信公布给媒体 可恰恰相反 科赫却决定将他的信公之于众 很明显 科赫觉得如果他嘲笑我重建溜冰场的好意的话 我可能只是静静的离开 他完全低估了媒体的反应 首先媒体冲到了前沿阵地 他们喜欢极端的新闻素材 不管是巨大的成功 还是严重的失败 沃尔曼溜冰场的重建 就是一桩极端事件 可能在很大程度上 记者们只想充当 为消费者伸张正义的角色 与其他事件相比 这种以牺牲普通公民利益为代价的事件 容易激怒媒体 纽约市在重建沃尔曼溜冰场上的惨败 就是个典型 即使是我自己也非常吃惊 媒体报道几乎都站到了我这一边 显然这很意外 但就是这次 三天之内 学片般的文章 社论等都将矛头指向了科赫 每日新闻的一篇社论指出 科赫政府正在犹豫 是否接受唐纳德特朗普的提议 重建并经营沃尔曼溜冰场 为什么还要犹豫呢 提议很诚恳 而且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 科赫应该抓住这次机遇 为甩掉这项耗时耗钱的项目 而长输一口气 到现在 市长提出了诸多不合理的反对意见 问题可能在于 浪费1200万美元重建沃尔曼溜冰场 科赫以及工程公司感到十分的尴尬 特朗普提议 接受沃尔曼溜冰场的重建工程 承担所有费用 并保证在11月开放 纽约邮报写道 回首历时13年 耗资巨大的烂尾工程 大家似乎应该为这样的结果高兴才是 但事实却恰恰相反 市政府官员好像更专注于找出理由 以阻止重建的进行 而不是更多的考虑达成一致意见 实现工程竣工 市政府应该尽快为唐纳德特朗普公开听证 因为沃尔曼重建的闹剧 实在是拖得太久了 就让他勇敢一试吧 每日新闻写道 毕竟纽约市在这项工程上 无力证明什么 只证明了他无法完成这项工程 过去几年跟政客打交道 唯一的收获就是了解到媒体报道 是政府采取行动的关键制约 或者更具体一点 就是政府对媒体报道的畏惧之情 在竞选中 媒体可以利用各种形式的压力 制造托词和威胁 让竞选活动不惜重金 虽然媒体几乎没什么好处 但却可能制造负面的新闻 即使在隐晦的出版物中 政客们都会非常敏感 确实 负面新闻会导致失掉选票 甚至落选 如果真的落选 政客们不得不重操朝九晚五的就业 这是政客们最不想看到的事情 我们必须了解爱德科赫 他是个不折不扣的 恃强欺弱的人 其实恃强欺弱的人 往往是胆小鬼 真正恃强欺弱者 只左右他们认为可以打败的人 如果遇到有能力的人 他们就会展开更强的反击 如果也遇到强势劲敌 多数情况下 他们也会撤退 很确定的是 一夜之间形势逆转 当媒体的报道指责到 溜冰厂重建时 科赫市长就给自己留了退路 很快 纽约市开始请我 接受沃尔曼溜冰厂的重建工作 6月6日在办公室 我跟市政府的官员 包括亨利斯特恩 一起协商重建遵守的条款 像其他政府资助建设项目一样 市政府坚持招标的程序 然而我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 我自己投资重建溜冰厂 反过来也应该从溜冰厂的收益中得到回报 换句话说 我不是单纯的监督工程的建设过程 而且要在一个不确定的时间段 向政府借出300万美元 甚至如果溜冰厂没有收益 我的借款期限就遥遥无期了 政府很聪明 驳斥道 我们不同意你的解决方案 也不允许你利用溜冰厂获利 你们没理解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 如果溜冰厂确实能够赚钱 我就会用这笔钱偿还贷款 这并不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 实际上 如果我真的收回了成本 我将会把后续的收入用于慈善事业 令我和我的律师惊讶的是 市政府的确没有这项工程的预算 相反 他们提出了反提案 我需要拿出300万美元走招标的程序 然后在重建竣工之后 市政府全额偿付我 这些政府官员选择了仕途而没有从商 这对他们来说是幸运的 因为他们所建议的交易 是我经历的最糟糕的 我并没有贬低自己 冒犯他们的打算 6月6日周五下班的时候 也就是我之前的提议 10天之后 我们达成了最后的协议 并得到了财政预算委员会的通过 我将承担建设费用 并同意在12月15日竣工 在那时 政府就要偿付我的成本 总计资金额不超过300万美元 条件是 溜冰厂能正常使用 如果实际工程资金低于预算 政府将按照实际花费偿付我 如果超出预算 我只能自己承担这部分费用 这便是政府想要我做的 我面临的只有一个挑战 快速正确的完成溜冰厂的重建 如果我失败了 比如工期延误一天 或者比预算多出一美元 我就打算整理行装飞往阿根廷 因为包括爱德科赫在内的任何人 都不能容忍我再留下来 因为我根本不懂怎样建造溜冰厂 所以我准备找最好的溜冰厂建设工人 逻辑上来说 最应该去加拿大找一找 作为全国性的娱乐活动 加拿大人对溜冰的热爱 绝不赐予美国人对于累球的热爱 我认为最棒的建筑机构 应该是为加拿大专业冰球队建造场地的公司 而且毫无疑问 我的朋友都说 多伦多的斯姆科公司是最好的 其他项目中 斯姆科公司还为蒙特利尔市民建造了溜冰厂 我电话联系到了公司的领导 直接问道 要建设一个大型户外溜冰厂 需要多长时间 他马上给我讲述了溜冰厂的建造过程 他说最主要是选择哪一种制冰方法 政府本来决定使用一种相对较新的技术 使用福利昂作为冻结剂 理由就是福利昂制冷系统可以更节电 从而实现能源成本的降低 但是福利昂系统的缺点就是耐用性差 性能不稳定 维护难度大 特别是在溜冰厂这种公共设施环境中 人员流动比较快 斯姆科公司的朋友告诉我 在所有使用福利昂系统的溜冰设施中 至少三分之一的设施出现问题 另外一种选择是盐水冷却系统 这种系统几十年来 已经在几百个溜冰厂使用过 其中盐水通过管道循环 虽然这种系统比起福利昂冷却系统稍贵一些 但是优势在于可靠性高 持久耐用 1936年开放的洛克菲勒溜冰中心 就是使用的盐水冷却系统 而且从没出过大问题 打完第一个电话之后 我决定使用盐水制冷系统重建沃尔曼溜冰厂 而且纽约市政府也做出了同样的决策 唯一的差别在于他们之前浪费了六年的时间 以及上百万的资金 很快我发现 市政府在沃尔曼溜冰厂重建项目上根本没什么作为 可以扩展到很多细节的地方 无论大小 我做出决定接管沃尔曼溜冰厂重建工程一周后 6月16日的一份市政府报告 总结了政府在过去六年里在沃尔曼溜冰厂重建工程上的错误 这个时间是我给工程预算时间的四倍 更糟糕的是 虽然在报告里政府的无作为的例子很多 但却根本没有任何结论 比如谁来负责这次教训 今后如何避免此类事件的重演等等 报告中真正提供的 是凌乱无章的 缺乏决断力以及相当愚蠢的时间表 如果这不是悲哀的话 也是讽刺和闹剧了 1980年政府第一次关闭溜冰厂开展重修 到计划蓝图出炉 投标工作结束 已经一年多时间了 1981年3月 工程开始安装制冷系统 近22英里的管道 全部用耐用性差的 同质的弗利昂制冷管道铺设 同时 溜冰厂管理人员也在考虑 如何确定制冷压缩机室的位置 以及选择何种制冷设备的问题 即使在管道安装完毕 所有的工作没有其他进展的情况下 仍然停留在最终选择什么样的制冷设备 运转溜冰厂 虽然制冷设备已经安装完毕 但是溜冰厂的设计 却没有提上议事日程 具体来说 溜冰厂地基的设计是斜的 因此其中一边比另一边高出将近8英尺 但最后竣工 斜差是11英尺 其实斜角设计是有目的的 在夏季 溜冰厂可以当作反应池 因为有斜度能够更好的反射光线 然而在冬季 这种倾斜的地基是存在安全隐患的 不用多想 我们便能意识到 在这种情况下 制冰会有两种可能 好的可能是顺利成冰 但是由于水的深浅不一 冰的密度可能不均匀 而坏的可能是 在溜冰厂较深的一边 水皆不成冰 即使制冰设备很强大 更大的问题还在后面 管道铺设开始两个月后 也就是7月份 倾盆大雨灌到了溜冰厂里 新铺设的管道上淤积了厚厚的一层泥沙 直到9月 场馆管理部门才着手雇人挽回损失 同时 场馆管理部门内部也产生了意见不一致 如何设计溜冰厂周围的混凝土人行道 成为了争论的焦点 结果是 关于人行道的争论不休 而且包括地基的混凝土的胶柱 统统搁置了9个月 不幸的是 冬天也如此 这9个月来 新铺设的同志管道 被暴露在恶劣的天气中 遭到雨雪的侵蚀 另外 同志管道比较值钱 虚意破坏的人翻越围栏 切断管道 然后转卖 直到春天 22英里的管道看上去 就像遭遇了一场劫难 不过 却没有人考虑检查可能的损失 1982年6月 溜冰厂第一次闭馆两年后 混凝土终于交注到了 未被测试的同志管道上 在交注凹凸不平的平面时 承包人经常利用震动机 以防产生气泡 然而 震动机却有意想不到的破坏作用 它会震松同管道的连接点 同时 承包商还面临一个更大问题要处理 它远远低估了覆盖整个溜冰厂 需要的混凝土量 交注混凝土的关键在于 连续不断的一次性全部做完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混凝土均匀的沾合在一起 承包商并没有中断交注 而是决定用水稀释混凝土 这恰恰是灾难的根源 还不到一周 裂痕就开始在新铺设的混凝土表面上蔓延 并非巧合 裂痕大多集中在溜冰厂的异端 因为这里的混凝土被稀释过 而且震动机在上面走过 确定制冷设备的位置一拖再拖 导致其他问题的出现 经过16个月的深思熟虑 市政府才做出决定 承担安装设备任务的承包人 坚持要修改之前的合同 实际上就是为了赚取更多的工程费用 合同的讨价还价持续了12个月 直到1983年7月 政府才根据承包人的要求 通过了新的合同 最后制冷设备的安装完成时间 再次推迟到了1984年9月 1984年秋末 这个系统终于进入了首次测试 测试结果表明 混凝土表面下管道多处漏水 系统承压时间短 导致制兵困难 1984年10月到12月 一共发现并整修了六处漏水点 祸不单行 系统再次测试 发现仍然不能制兵 就在那时 我打电话给了亨利斯特恩 并提出了我接管重建溜冰场的想法 当他拒绝我时 我说 你想跟我一起走走 看看工程现场吗 说不定我能提些建议 几天后 我们在龙东的一天来到了溜冰场 我被看到的情况震惊了 在我看来 混凝土表面足有好几百条裂痕 更糟糟的是 溜冰场表面的各个地方都凿开了很多不小的洞 我仔细看了下 发现这些洞穿过混凝土 到达下面管道的漏水点 不幸的是 气锤凿洞用力猛烈 下面的管道很难支撑 为了到达漏水管道 暴力的工人加上他们手上的气锤 实际上是会让问题更严重 就在那时 我转向斯特恩并且告诉他 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 你根本没有发现这些漏水点 同时 这只能造成更严重的漏水 算了 重新开始吧 亨利故作镇定 其实 重新开始 是他最不愿意面对和考虑的 1985年春天 市政府提出了全新的想法 花费20万美元聘用一位工程顾问 研究弗利昂制冷系统漏水原因 并提出解决方案 咨询公司承诺 四个月内提交报告 但是 九个月过去了 直到1985年12月 公司才宣布 他们对找到漏水原因 无能为力 到此 离沃尔曼溜冰厂第一次闭馆重修 已经过去六年了 工程投入了1300万美元的巨额资金 厂管管理部门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必须拆除弗利昂系统 替换为盐水系统 1986年5月21日 政府宣布 耗资300万美元 历时18个月的重修计划 这就是我最终说服政府 接管溜冰厂重修的计划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